好嚴肅喔 聽關眼 哈哈哈哈 大家好 我是聖文 那我的發想是來自於水母 那我希望就是變成 讓水母的 水母的動作 會在 可能 空中發生 所以會叫它 是被煸水母 那因為相較於我的傳動方式會比較簡單 它可能用一顆馬達就可以達成 所以我的重點都在於 說怎麼去 讓水母一些比較 模糊的動作 可以經過墮輪跟 靈感來發生 這樣子然後 那我的墮輪的話基本上 是在於 我小時候玩遙控車的靈感 那它上面有很多的孔位 可以讓你去做調整 產生不同的 高低運動或是 相對角度的位置的變化 以上 然後我補充一點喔 其實 看起來很簡單但是 其實它最困難的部分是 這整個木工跟 你看到這兩根我叫軌道 旅軌的軌道的一個配合 那因為在我們 現有的時間跟 時間壓力跟工廠現有的 情況之下 這兩天我覺得 盛文一直在努力解決的是 怎麼樣讓他可以很順暢的平行的移動 他昨天找到旅館 他昨天晚上 深夜 沒有深夜 十一點半 十一點半就是深夜 十一點半深夜的時候 他找到這個旅館 旅宙的館子就是可以 真正抹上所謂的潤滑油 所以才算到一個段落 那沒關係 我們還有一些 將來可以再繼續努力的 譬如說 到底 因為我們原來在 他這個影片裡面所看到的 這個動作 應該是他帶著他一起上 那現在變成是各有各的曲柄 各有各的曲柄 在連動 所以就變成一個收縮的動作 也蠻有趣的 那如果他有一上一下的話 也可能很有趣 那我們繼續努力一下 好 謝謝 好來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大家 好那我們 那個 請進